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它的环境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从这边这个柜子往下 这就一样先来两串 这些柜子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两串 然后再试试一下 疯狂的 哦 串好了 这是蘑菇放这里吧 就信一下这么多吧 这小猪应该熟了 看 这可以开始 买不辣没有什么味道 刚刚有点辣的鱼有什么味道 好 老板夹辣了 好 老板夹辣了 鸡翅煎 好 老板夹辣来 谢谢 这看着就很老实 走到我去 鸡翅 还有一个吃春烂香的小技巧 有很多人吃春烂香吃完之后就会上火 其实你正常要吃春烂香点辣锅的话 你在底下先点一盘豆腐 然后铺到春烂香底下的话 你吃完的话就不会怎么上火 嗯 生活小技巧学起来 希望大家喜欢画小编 来点儿酥呗 辣了之后就好吃很多呢 来 拿出来 这个小串 吃这个春烂香都让我上次来一个环具 就要一起吃饭 韩国人吃饭 什么样的 模仿一下哦 嗯 像模仿的这种味道 我还想 重来 好吃哦 脆弱 好吃哦 虽然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哦 哇 解的炫 这是好几蒜一起 看 加上 这个也好了 爽 这一盘的事了 彩色一些在这里 不要再去夹一点人 是小串的 那你家来就搭的老吗 现在是有拍摄的 全是能吃的 这种吃的是吃过奥会儿的 这有白盘的看这个 哦 我看这个了 先夹的放 您招下 哦 那得一千六块儿了 七百多块儿 我没敢多拿 就拿了这么一销售 呀 完了完了完了 我们还帮关火了 拿着呢 那让它都下去了 叮 那边有碟 我拿个碟过来 这两件都捞出来 一 半个的油碟 可以 别拿两个锅 刚才夹的那一把儿了 又要没了 就剩锅里的一些了 其实我觉得串烈香和火锅还是比较香的 但是串烈香比较便宜 而且菜品香的选择呢 比较比火锅多 火锅要是减多了 嗯 菜就吃不完 但是串烈呢 可以一次性吃好几十肉菜 得见 吃辣就是很爽 这样辣真的臭臭 我感觉他家的辣椒跟其他大厂不太一样 因为我刚才也就放了一小碗辣椒 现在这个汤是越煮越辣 我现在也就吃了 就这个刷 现在还得及去 好 这回来了 这回来 这回应该是够我吃 我感觉应该会够我吃 本来吃串烈香 它就不是一个蛋肚子的 包括吃火锅 我一般很想我们吃饱 但是我没有吃饱了 等一下 吃完了 吃了 吃了 这些再上去 我觉得他家这个辣椒 锅底真的很棒 这个味儿很好 开吃 我应该吃的差不多了 大家不知道我吃的多少块 也是还能再吃一点点 应该是 准备开手 看着肚子吃的也就可能100多串吧 正常的串烈香的话 172应该是8毛串 应该能吃回本吧 Go 这些圈已经就100串了 因为我是两个两个一起煮 然后没煮到10个 然后我就放下来 现在已经是10个10个 应该就是100多串 我现在又是70串 到底吃了多少 我的妈呀 现在这些是200串 我吃了两个 天哪 我一共吃了是232串 我的妈呀 这一把居然都有200多串 如果一串和8毛的话 那就应该是232乘上2.8 好 感觉自己赚到了 就会点开心 好啦我是花 喜欢花花记得关注啊 不要忘记三连啦 开心了886